大家好,我是小妹 在我们这个小镇上 这两年兴起了一个新型的经济农作物 听说销路广,价格特别高 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建大棚来种它 晨晨,你知不知道是什么? 知道 走,我们一起去看看 这是我们村子外面的一片土地 种的最多的就是韭菜 还有随处可见的大棚 现在大家消息都比较灵通 一听说什么能挣钱 大家就争先恐后的来种了 在这个大棚里面 这项农作物,听说特别能挣钱 所以我们小镇上现在一半的土地都在种 这是三宜家种植的茉莉香大棚 我们进去看一下 这个大棚一进来好暖和呀 秋冬季节温度低 在大棚里面更适合他生长 这就是刚刚挂果的茉莉香 这个茉莉香 入冬啊 开始挂果 它挂果的时间 跟正常的葡萄挂果也不一样 正常的葡萄 都是穿天发芽 夏天挂果就能吃了 这应该就是它贵的原因吧 这个葡萄 它贵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吃起来有一口淡淡的茉莉花香味 所以它的名字叫做茉莉香 他一说建这个大棚 成本还是挺高的 还要定期的去学习种植技术 但是投入和收入是很正比的 学习培训以后都是专业化管理的 种的特别好 去年不是听三姨说 他们村里有后人家 最先发现种植茉莉香能挣钱 他们一年就挣了一百多万 肯定啊 最先发现生机的那些挣大钱 这两年大家都来都挣大钱了 主要是现在我们挣上来了太多的外地人 来租地种这个茉莉香葡萄 大家都想挣钱 不然的话我们也租一块地 跟三姨他们学习种植 我们去找地嘛 找到合适的地 我们就来学习种植 好 三姨说 这样的一颗葡萄 每产四五地 这样算的话 一亩地 一年就能挣四五万元左右 成成 不管种什么 应该价格都会有浮动吧 市场价格肯定有浮动的 不会是定时的 但是这种葡萄 低的时候十多块钱 高的时候三四十元一斤 你说种植葡萄挣不挣钱吗 那确实蛮挣钱的 难怪大家都来学习种植 你别看他那么挣钱 郑庄家就没有容易的事 白天天气热了 要来给他放风 晚上天气凉了 要来给他烤火 那肯定啦 挣钱哪有什么容易的事 付出才有回报呀 我们云南中午温度比较高 现在放着风 这种葡萄 在大棚里面长得挺好的 枝条又粗入肥 你看 它的养分很足 碎子有那么长 结出来的果形 肯定特别好看 每年开村以后 就有很多外地的大货车 陆续来烧 根本不要担心销路的问题 农民种庄家出来 最怕的就是没有销路 但是这个葡萄 听说可以出口 根本就不愁销路 大家觉得这个农业销目怎么样